帶80歲的阿嬤去北海道的第四天 被推入其來的暴雨 完全打亂了我們整天的行程 好不容易衝到了全日本每年秋天 號稱最早可以看到楓葉的 阿嬤也好不容易搭上 對她來說很危險的花靴纜車 晚上安排了 號稱北海道最好吃的迴轉壽司 以為可以安心回到住宿地了 誰知道事情並沒有這麼單純 這一天的行程本來就充滿不確定性 為了保留彈性 這晚的房間 我們是旅程出發的時候才下訂的 但一直很擔心的事還是發生了 房東遲遲都沒有回覆 多番嘗試還是無法聯繫到 八個人也有老人外面下著大雨 網路上完全找不到房間 我跟阿翔只好硬著頭皮逐間飯店敲門 今晚到底要怎麼辦呢 壓力瞬間好大 頭好痛啊 第一間失敗 沒房間 雙人房 四人房 通通都沒有 下一站 繼續再站吧 可能笑不出來 我阿媽可能更笑不出來 錯的一瓶 沒有 他說連二人房 四人房 通通全部都是滿的 這好像是學生的什麼活動吧 他們好像有什麼節日之類的 或是比賽之類的 不曉得 阿媽你怎麼怕阿媽要運動啊 阿媽要運動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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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其實這一間很久 它進去有一個不好聞的味道 然後它竟然一個晚上兩人房 9000日幣 我發瘋了 我覺得直接另一人問都不要問了 那就直接放棄掉了 直接去 我覺得再問下去一定很可怕 直接去下個星塵了 一定是雷到爆的地方 然後再去下個星塵了 好 所以現在是要夜遊囉 夜遊 是帶奶奶出國就出包 YA 成就達成 阿媽要運動啊 我運動啊 你還運動啊 你阿媽果然見過大風大浪 就覺得自己都小水 所以不會緊張喔 阿媽說前幾天讓我當貴婦 後面幾天都在虐待我 現在等於隔天的行程 那我就只能把它放棄掉 就直接到後天 可是後天是很重要的行程 因為後天也是比較漂亮的一行程 就我今天才跟我姑姑聊天 下午在爬山的時候 她跟阿翔都覺得 我就是完美組一陣 然後我就說 我擔心 就是超出我們轉空的時候 阿媽她會擔心緊張什麼的 所以我就反應很大 就覺得應該要趕快處理 就是這麼多 大家都很累 應該說我們這場行程 第一次失誤 第一次失誤 而且都在同一天欸 真的嗎 失誤一點點 最高算的一天 但也是來到最開心的一天 現在不是什麼畫面沒有對焦喔 現在是起霧 而且剛剛看到旁邊兩隻鹿 嚇到跳起來 假設出現在馬路中間 在馬路中間 就是撞上去 這個車子會覺得 哇那今天也算是幸運的一個環節 沒有一個環 沒有一個環 環環 爐火 欸又有隻 右邊右邊 旁邊還有旁邊有一隻鹿 跳著我我沒有拍到我沒有拍到 因為手邊你有沒有看到 阿嬤在北宋啦 阿嬤說我沒看到 阿嬤 阿嬤嚇死了 沒看到太黑了 阿嬤跑得很緊張 大家在一起滑一滑 然後我們現在就是隨時連線 大家一起分享看著我們 好刺激喔 結果殷禍得福 莫名今天晚上多了一個魚星節目 右邊右邊右邊 右邊右邊有魚隻 拜拜拜拜 切掉 他掉出來 他掉出來了 快慢一點 他掉出來了 阿嬤跟鼓鼓有沒有很興奮 阿嬤沒看到 一直叫他一直嚇到 阿嬤現在很精神了 右邊右邊有兩隻 右邊右邊 右邊右邊有兩隻 啊四隻 難得覺得那個 小心露露的告示牌 是真的在握 一隻的右邊 跑到馬路上 小心小心 小心駕駛 還想要更多嗎 還有我們不知道 鼓鼓看到一隻了 鼓鼓看到一隻了 走掉了 在哪裡 鼓鼓通報太慢了 等下打斷他的腿 我們現在平安到達了 我們後天原本預計 要是在第一天 因為我們今天後來 也有讓肉依他們去 逛三馬場的時候 我那時候其實內心已經到 開始進入了有點快遇 然後我想我完了 打自己一個通電話 然後 對 實際都很扯 我沒辦法讓八個人 同時路數解脫 我自己覺得算了 我們從來沒有這個經驗 對 但我也很壓抑是 認識不一樣的奶奶 是她現在那麼淡定 然後她還跟我講說 阿不就頂多在車上睡 不會是經歷過八十年大風大浪的 那時候車程我莫名其妙 因為找不到住宿 只能在拉車一個小時的時候 結果整個小時 大家都在看路 過超快的 對 而且大家精神都超好 真的在哪 我要看 我要看 那我們還進去電話的眼線 很好玩 對 Eno妳這次看到幾隻錄 好多隻喔 應該十幾隻吧 感到開心 應該有十隻吧 應該有十隻 我覺得十幾隻有 可是我覺得我們今天看到 第一批看到的那三隻 是最大的 好 順便提到 來北海道 盡量減少在晚上開車 因為我本來就知道說 她晚上真的會有很多動物 所以說很寂寞沒錯 可是其實會有一定的風險性 風險真的很大 而且很多車看到其實是 嚇很大一跳的 因為你不知道她會往哪一衝 她會撞你呢 還是往前衝還是退回去 就是很難掌控啦 其實我本來就覺得說 旅行之中本來就有很多 一些意外的狀況 就是你假設真的在一些 規劃家族旅行的時候 遇到一些挫折 或是在障礙的話 用平台形式運緣 好 大家晚安 掰掰 晚安 好 大家早安 大家早安 我們昨天發現 這個飯店有個東西 是要來拜託阿嬤 阿嬤一動不動 阿嬤來看起來好白喔 阿嬤忍百步欸 阿嬤就像個養娃娃 等一下 好來 1 2 3 阿嬤在箱 對 等一下 我來這張 我來這張 你靠在這裡 對 那你去看看 好像你也帶來 你也帶來阿嬤 1 2 3 阿嬤說你要看 30年錢的你 30年後的你 你看你後面都睡了 有趣嗎 這是我們昨天跑過來住的飯店 然後我們這是 白色大的欸 前面的湖景 真的有點像日月潭 然後房間還算OK 三個房 然後我們浴室 還有泡澡 然後還有一些公共的浴室 然後泡澡是可以看 泡澡的一個人 和湖景 我這邊樓身四樓比較低一點 然後我們走人住的是這樣 八個人總共花 一萬五左右的台幣 對我來說還是偏高 可是我可接受 可能對很多人來說算便宜吧 我們在房間拍的那幅可照 其實阿公跟阿嬤 第一期起來是日本人收牌的 然後那時候他就在出發之前 給我看一下他相簿的時候 我剛好就看到 我就給他拍起來 然後就呈現一個是 30年前 他們夫妻兩個人 跟30年後他們子孫滿堂 就是好像有一種就是 他背後都有孫子 讓他靠著的感覺 好溫馨喔 有漂亮嗎? 漂亮啊 你要買嗎?一丟子吧? 有 在開 哈哈哈哈 這是所謂的放飛自我嗎? 其實我正面其實正在尿尿 哇啊啊啊啊 幫我打馬賽克 沒關係就是 哎呀哎呀哎呀 你是太苦達人喔 太苦達人 哇你看你老爹 你老爹天天都是第五天 那我們現在來到美晃甲這邊 那自我不是很確定怎麼練啊 他是這邊很有名的景觀台 特色就是他可以看到旁邊的曲斜路湖 現在有點尷尬是我們看完後面 剛剛那個小盆地山丘 然後我們現在要去前面看他最知名的那個湖 但是前面超佛基德的感覺好像看不到東西 先來探看 碧米媽媽白走一趟 他走每一趟都極其珍貴 這就有點像是那個台灣的高山上 才有的一些植物 然後他的植被就是這樣有點 貓弄弄的草很可愛 前面完全大霧 完全這樣是看不到景色的 這邊區會去其實評價數超高的喔 所以他清透的時候是長這樣 好難過喔 哇 超可愛的好不好 左邊是破梗了 誰 那不是 這是毛媽 這是白鞍 那是白鞍 你比較重喔 對 比較重 不對 這不是喔 我們現在到了硫磺山 真硫磺山 它是黃色的 我阿嬤剛剛一來的時候他就說超酷 然後他看一看就說啊對啦 陽明山也是這樣 對啦 其實我也覺得有點像小遊坑 就是因為阿嬤的美好回憶跟爺爺都是在陽明山度過 可是對他可能不美好 因為他當我跟發生他說阿公都一直嫌棄他 他都走很慢 其實下面走過去有點走入荒原的感覺 對啊 從畫面都看起來 咬無人烟的感覺 有人說這個是一個魔咒湖附近 就是必來的景點之一 日本人講的 他說日本其實很多這種類型的 像地獄谷類型的景點 但是這裡的好處差別是你可以很靠近它 但它的規模也算是很大的 可是我們之前看過地獄谷 會覺得地獄谷好像更厲害 然後這裡有人說什麼 欸 有機會觸摸 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我等一下要帶兩顆蛋來煮一下 煮啊 我帶一煮了 還有袋子啊 還有那個XX 還有袋子啊 蛤蟆動蒜 蛤蟆動蒜 蛤蟆好尷尬 而且蛤蟆剛剛還這樣子 對啊 你要住起來 不要啦 不要啦 其實我剛剛看到有人在說我不確定 螢光黃色的東西是他們人工加上去的嗎 是因為為了讓大家注意到說 哪裡有硫磺不要燙到 就是它的人工還是天然的 我也很好奇 哇 哇 像那個人說的可以很靠近欸 欸 我們圍著這樣子蹲著很 像原始人 來 一起 這聲音好大聲喔 我真的不知道要去玩燙的 可是我有點想摸摸看欸 喔 好棒喔 它這裡都有四小的桶豆很棒 而且它是硬的 它不像看起來是柔軟的 真的喔 你撿一下超快的 這裡 喔 好燙喔 對啊 很燙 生氣 生氣 我跟妳講 我跟妳講 你摸摸看地上都熱的 對啊 都熱上五花 好像有天然地熱喔 好舒服喔 好 真的超級燙的 沒有眼 哇 左邊很壯觀欸 那個球 好像那種很早期的電影 然後沒有太多的預算 在做那個道具的時候 因為它長得太不真實了 我們現在到了外星人的飛船裡面 剛剛前面山壁 這裡有外星人飛船降落了 然後它已經炸毀了 上面那些都是外星人的檔 這是好神奇的地方 對啊 超酷的欸 是說這裡呢 我覺得 好像大家來都很開心欸 我們自己家人 每個人來都好開心 然後都說第一次看到 或者是好酷喔 然後腹地很大 很神奇 其實拍照啊 錄影 就是你的背景 真的有一種荒涼感 超帥的 流浪山我自己覺得很值得來 它是500塊的門票 那翔哥說他還可以去別的地方 他不算門票 算停車費啦 喔喔喔喔 SUSUKE 等一下 這裡是販賣座 我們現在要來買蛋了 在商店那邊買個蛋 讓阿嬤稍微休息一下 吃一下東西 好 現在要吃流浪蛋 但它說不是這個溫泉的 它說是旁邊附近的 這個什麼 揪穿溫泉的樣子 然後它有鋪這個也 因為還可以鋪鋪啊 還不錯啊 這不知道要煮雞蛋 交到鹽巴好好吃喔 熊出莫注意唷 平方家比較容易會出現那種狐狸 或者是企業有什麼的 我現在打給他們 喜歡很難遇到啦 熊其實在這邊沒人看到 因為遇到也不錯啊 我是希望遇到啦 妳不行 準備慢一點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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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嬤妳不要怕 不要緊 其實是有空而已 我們現在到神之子池 翔哥非常貼心 趁著好天氣 看它到底有沒有像有神力的感覺 這邊一定要有太陽才可能才會漂亮 對 不然它就是一個 Dirty Lake 我目前看過來是覺得有點失望耶 有很多人說這邊的水超級清澈 然後會變成寶藍色的 看不到藍色 但它上面的水草好特別喔 台灣面有這種水草耶 超級冰的耶 真的好冰喔 這好冰喔 好神奇的耶 超冰的 不是 不是 是它啊 Oh my god OM2 這是真的嗎 對 就是我們要看的那藍色的那種 那個是不是有東西在湧出來啊 我覺得它是地的 而且魚好多喔 你看下面那個綠草旁邊的邊緣 那些一條一條的 全部都是魚耶 它每天會湧出1000T的水 水是像水晶一樣的純淨 還有在8度低溫的反應耶 欸 我剛剛突然發現一件很神奇的事情是 它根本是地下水池 你知道嗎 因為它完全看起來沒有上游 但它只有下游 下游就是我們剛來的那邊水直接往下 等於說它的泉水就是來自於地下耶 難怪它被譽為神之子 就是有源源不絕的能量 這是我們自己的推測喔 對 我們自己的推測 給大家參考 來 等一下 這是天然的 它現在還會每天湧出水 而且它的水溫貴的喔 我覺得它被命名為神之子池 它的英文是寫神的小孩 但是你看周圍的魚都朝向它 你不覺得你現在在朝拜嗎 喔 神之子池 掰掰 好漂亮喔 謝謝天氣 謝謝阿翔 那我要對著神之子池許願 希望我們這趟行程順順利利 阿嬤開開心心 大家都買的吃的玩的開心 然後接下來天天都是 好天氣 走音 如果你今天天氣好的話 100%推薦你一定要來神之子池看 因為這真的是神奇的大自然 假設你今天是陰雨天的話 我其實很不推薦耶 因為它只要是雨天 因為水會被攪拙嘛 它就沒有這種藍色了 當然你如果可以晴天看到 我更羨慕你 可是你看這個林象 我覺得很值得是超漂亮的 然後它的步道 用這種深黑色的 好搭喔 這個點很堪運氣 這有就有沒有就沒有 好吧 Noy 我們去探險了 好 探險 我們先去幫大家看有沒有 沒有就走 然後它很好是車可以直接看 就走過來一兩分鐘而已 哇 有沒有 到了瀑布了 哎唷 哎唷 真的有 真的有耶 哎唷 有沒有有沒有 有沒有 現在我們前面一直在跳來跳去的 什麼雲呢 是大家最愛的 鮪魚 我從Google上面看到 而且沒想到它這麼大是這麼肥 但不知道為什麼它要一直跳上去就是 可是真的很酷耶 跳上去嘛 他說每年會從海洋過來 三千隻櫻花狗很貴 然後它會來這裡這邊跳躍 不知道它會去哪裡 他說季節是從六月到八月 特別是在白天 然後溫暖的日子的時候會特別的多集 對啊 你的生意片 對啊 恭喜你啊 阿嬤賴 我們現在午餐時間 然後這間蕎麥麵 因為這邊附近其實吃的選擇真的蠻少的 所以我就隨便找了一家 讓大家填飽肚子 叫做瘦拔倒熱 雖然看起來就是瘦拔就還蠻堅 吃吃看起來比較厲害 但它的蔥蠻多的 哇塞一點點 只是這間店給我感覺就是老闆的 不是很有耐心 哇 ages你 欸我覺得真的蠻好吃 但是麵有點偏硬 就是冷凍感有點強 來吃熱的香菜麵 小串 它這個醬油還蠻清新的 它其實有很特別的味道 它有一個焦香味 熱的麵 отличoff 而且我很失望 你來日本就給我吃冷的 然後這間店呢 它是給它那個清湯 讓你到這裡 你就吃完瘦法的時候 可以把清湯倒下去 等於說你吃忍忍的 然後你最後喝完這個湯 你就身體熱熱的離開 欸 蠻好喝的 而且還有一種莫名其妙的味道 很像味噌湯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李摩州湖的 它的一個展望台 讓大家來看一下摩州湖 大家在裝什麼樣子 大家都說我超漂亮的 真的假的啦 哇 喔 欸 不是 我們早上在那邊欸 摩州湖呢 它是在火山口的淡水湖 然後它因為非常清澈的水質 所以很有名 它被稱為一個神秘的湖泊 曾經是全世界透明度最高的湖泊 這很好玩喔 它說 可以在晴天的時候 清楚的看到摩州湖是非常幸運的人 然後只要你來這裡遇到沒洗物的人 就沒辦法成家立業 為什麼運氣好反而被責備 然後他說 你就沒有辦法攻城名舊 但是你跟戀人來一起看到 放晴的魔咒虎 會分手的不祥傳說 嗯 就現在吃完面面之後 天氣超級好 天氣之神 真的 天氣之神 開心 Oh my god 現在真的太扯了 給大家看我左邊 That's ridiculous 而且180度大展望耶 重點是下過雨之後 天氣真的超棒 能見度100萬分 超美的 然後那個湖已經變成像一個蛋塔了耶 那我現在要帶大家上去看 他這裡非常酷的是 你看喔 剛上去那個登高望遠的時候 翔哥跟我講 右邊是另一片風景 左邊就是我們眼前現在這個風景 所以我們現在要上去登高望遠了 走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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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真的太酷了 讓你們上來看 太扯了 我要在這裡奔跑 我要在這裡奔跑 That is awesome vood5 1 2 3 3 5 11 6 阿嬤有漂亮嗎? 阿嬤有漂亮嗎? 漂亮啊 妳不覺得這色很神奇嗎? 台灣我是沒看過這種色欸 這顏色真的超假的 超扯的 而且如果不是因為我們遇到下雨天 不會有這些雲霧欸 根本就不會有這些能見度 這個深藍色我覺得它很猛的是 在台北我沒有看過這種藍色欸 我在想是因為溫泉嗎? 就是大家一些地質的摻雜 讓這些水都是不同的顏色 它好神奇喔 我覺得今天也蠻厲害的 今天其實很多地方都是蠻讓人家感動的一個 今天這個點我覺得最應該來 這時間點看到耶穌光 然後我覺得這裡真的非常的難拍 因為它是真360度的景色 你拍的時候好辛苦 要一直轉 一直轉 一直轉 但是真的超美的 我是覺得這邊很像朱爾濟公園 然後這邊就是我們可能早上去看的那邊 我覺得它那個硫磺山那一塊啊 讓整個山看起來又更活潑了 其實北海道我覺得最美的時候 可能是夏天或者是秋天 不是冬天 我覺得可能不是冬天 因為冬天也會太像是 冬天看你雪看的都不多 你第一次看的你會覺得太美了 但其實後來你就會覺得雪景都蠻那樣的 好那我們現在來到了第一展望台 其實第一展望台它的評價在Google的評價是更高的 但我覺得未看鮮山應該上一個比較漂亮 因為那邊360度欸 不曉得 我覺得不會 因為現在變陰天 陰天差很多 現在到了第一展望台在上面 來給大家看 欸 它只是換一個角度而已欸 目前看來這景色 我會覺得 剛剛比較漂亮 第3個展望台最漂亮的舉手 1 2 3 剛剛還能記住 還講話大聲 一次通過 第2個舉手 我現在拿到另外一車 景色好像也還好 真的好像第3展望台比較好 我只能說啦 它其實很漂亮 一望無際的整個田野 就有點拼步之路的概念 但是你也因為前面被3號醜壞了 你現在標準很高了 你假設有去3號1號是可以不用來 而且1號這邊停車上還要錢 好 我們今天其實 上一個是這個啦 然後我們現在在這個 然後我們今天早上是在這邊 這一側的展望台 喔 一塊貨櫃也在這邊 然後繩子子池也在這邊 第3在這兒嘛 它可以看到磨蹤 然後後面就又是這個 硫磺山 這裡看到硫磺山啊 因為就是都被山壁擋住了 然後第3真的是超美 北海道必來 這是今天翔哥選的 整個木頭的香氣超棒的 然後我們晚上在這裡邊泡湯 然後邊看星空 我們今天是定義大概幾 我覺得這樣子的價錢 我覺得算滿不錯的 你只要一挖開沙子下面全部溫泉 它是一個免費景點 然後讓你有之環湖景觀 然後你還可以邊泡湯